拜關聖帝君、媽祖等中國神明 我們安太歲、點光明燈都是中國的習俗 我們的墓碑上都寫著太原、濟陽這些大陸的唐號 而臺灣引以為傲的故宮文物完全來自大陸 我們保存良好的傳統文化與儒家思想 全部都是儒家包幻的大陸貨 社論呼籲 臺灣的政治人物停止操弄 停止服用清中賣台、叛徒 這些低廉傷身的迷幻要 讓臺灣人不必再害怕說出 我是中國人 日前前民進黨及高雄縣長楊秋星 在接受臺灣媒體訪問時表示 不止大企業、很多中小企業都感受得到 九二共識是兩岸和平的基礎 楊秋星說 民進黨否認九二共識 造成大家都很擔心 企業界緊張的程度可以說是前所未有 楊秋星表示 兩岸同文同種 用九二共識互信的基礎和平往來 民眾交流 文化交流 這非常好 大家應該擱置爭議 共創雙贏 據臺灣媒體報導 國民黨九號 舉行記者會宣布在臺灣各地 一場抓鬼大隊堅定反會選的決心 報導說 國民黨發言人賴肅如在記者會上表示 現在的鬼不只會是在晚上出現 白天也會出現 而且來無影去無蹤 社會大眾如果發現有會選的情況 可以跟國民黨在各地的抓鬼大隊聯絡 或者是拨打法務部門的反會選熱線 根據規定 臺灣政府領導人選舉的檢舉獎金 最高可達1500萬元新台幣 民意代表選舉的檢舉獎金最高可達1000萬元新台幣 賴素書說 如果檢舉內容屬實 起訴被檢舉人之後 檢舉人就可以獲得四分之一的檢舉獎金 一旦判決確定就可以拿到全額獎金 臺灣2012選舉進入倒數一周 當局全力嚴查黑槍 力求防止類似2004年319槍擊案再次發生 據臺灣媒體報導 臺灣警方日前公布的數據顯示 經過連續六次檢查肅清行動 已經破獲槍械案件1860起 拘捕犯罪嫌疑人1805人 查獲黑槍2213隻 成效良好 警方表示 他們會繼續嚴查黑槍 防止類似319槍擊案的事件 在選前的敏感時期發生 所謂319槍擊案 是指在2004年的3月19號投票日的前一天 民進黨參選人陳水扁 在台南市敗票時遭到了槍擊 第二天 陳水扁以不到3萬張票的優勢當選 美國高調宣布要重返亞太 在新的戰略佈局中 曾被美國稱為不成航母的臺灣 會處在怎樣的位置 臺灣角色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請收看本期熱烈透視 美國為何視臺灣為不成的航母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收看中央電視台 中文國際頻道海峽兩岸 我是李鴻 最近美國高調宣布要重返亞太 有人說臺灣依舊是美國不成的航空母艦 但是也有人認為說 臺灣即將成為美國過期的棋子 那麼在美國的戰略布局當中 臺灣到底處於什麼樣的位置 會扮演什麼角色 我們今天邀請到了北京大學 國際關係學院的教授朱峰先生 一起來分析 朱教授您好 朱教授您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近期以來美國一直高調地宣布重返亞太 那您覺得在美國的這個戰略布局當中 臺灣將會扮演一個什麼樣的位置 它的位置會有所上升呢 還是會有所下降 我覺得應該說 總的來講 這一波的美國的亞太新攻勢中 美國對臺灣的這個戰略重視程度 肯定會有所上升 但是上升的幅度有多大 當然我們還可以繼續討論 但是至少我們說這一波亞太攻勢到底意味著什麼 那很顯然這一波亞太攻勢就是 一要強調美國的這個全球的戰略中心 徹底轉向亞太 第二要堅持所謂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袖地位 一百年不動搖 那當然第三個很重要的 就是要使得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那些同盟國家 安全夥伴 美國的那些哥們姐們什麼的 都得對美國要保持足夠的戰略信心 就是美國現在高調不是簡單的通返亞太 而是在亞太發動了一輪新的戰略攻勢 這個戰略攻勢 我們說眼睛可能盯的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利益 因為美國已經把亞太塑造成 它的新的全球的戰略中心 但是實際上它的根本的戰略目標 還是要緊盯著一個崛起的中國 因為並不想所謂讓一個崛起的中國來 對美國的亞太的戰略利益造成衝擊 另外也不想因為一個崛起的中國 使得美國所謂的在亞太地區 它的單機霸權受到挑戰 所以這樣一個大背景下 我覺得台灣問題的 美國的戰略考慮的變化 可能簡單總結的話會是兩個方面 第一個就是美國會將所謂對台灣的安全責任 越來越看作是美國在整個亞太地區 它的那種安全義務責任的可靠度的 一個重要的事情是 所以從某種戰略的關聯性來看 美國可能現在越來越不願意 這個鬆動所謂對台灣的某種承諾 因為希拉里11月10號在這個 夏威夷東西方中心發表演講的時候 特別強調用了一個新詞 這個新詞就是台灣到底是什麼 台灣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和安全夥伴 那我們說這樣一種所謂將 美台關係定位為安全和經濟夥伴的 這樣一種說法 確實是一個新的提法 那麼從一個方面也反映出 今天美國在新的亞太地區的戰略佈局中 確實希望能夠在一定程度上 所謂給予台灣新的重視 那您覺得就是希拉里的這樣一種提法 安全和經濟的夥伴 是不是能夠在美國在亞太地區實現 戰略中心和領袖地位的一個關鍵的棋子 和美國的其他的亞太地區的這種戰略資源相比 那美台關係在過去的十年甚至十五年 確實不能說是在提升 或者不能說是在進行新的戰略的這種緊密化的 這樣一個過程 因為美國今天的亞太戰略的核心 按奧巴馬總統和希拉里國務卿的說法來看 一要靠美國的軍事同盟 那這些軍事同盟是非常明顯的 從日本 澳大利亞 韓國到我們說泰國等等這些 第二當然是要靠美國的這個所謂的防務夥伴 那這些夥伴我們說現在也在擴大 包括印度 印度尼西亞 馬來西亞 這個越南 那當然第三要靠他的所謂友邦 這友邦就是跟美國能保持一個很好的關係的那些國家 所以台灣到底定位是什麼 在這樣一個新的美國的亞太的這個戰略的重新布局 和新的戰略考量中 事實上美國政策中的台灣的尷尬 就是你很難美國用一個公開的語言來表示 台灣對美國到底意味著什麼 好 剛才咱們一直在探討 在美國的這個整個亞太地區的戰略布局當中 台灣到底是什麼 那麼今年的希拉里可能在她的談話當中給了一個答案 比如說她是美國的經濟和安全的夥伴 但是在1950年曾經也有一個說法 當時是麥卡瑟將軍提出的 他把台灣視作是美國的一個不成的航空母艦 那麼當時是一個什麼樣的時空背景 這位將軍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提法 對 我覺得您這個歷史的這個 這樣一個比較非常的激實和生動 我們說對美國人來講台灣到底是什麼 其實這是49年以後 美國人一直在思考的一個話題 那最早我們說新中國成立 美國曾經一度有過猶豫 這個猶豫就是因為從美國的整個東亞的 實際的戰略需要出發 所以她不願意因為所謂國共內戰的時候 美國站在國民黨一邊 就完全所謂的堅定不移的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叫寶 壓在台灣身上 所以當時的杜魯本總統事實上也訓示 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 在南京 在廣州都不要走 說你等著跟北京政府接觸 說我們願意跟北京示好 只要你不跟蘇聯結盟 我們完全可以拋棄蔣介石 來擁抱這個紅色中國 所以這是美國整個亞洲戰略利益的需要 但是緊接著就是朝鮮戰爭爆發 我們都知道這是在1950年的6月 所以這使得美國感覺到 所謂東亞的社會主義國家 在結成以蘇聯為首的這樣一個陣營 這個陣營要在整個東亞 進行戰略的擴張 所以美國迅速做出了反應 一方面是派遣第七艦隊 進入台灣海峽 迅速的所謂以美國的實質的軍事干預 來阻攔 我們說中國軍隊有可能對台灣 採取的這個解放行動 因為這是為了它防堵整個 東亞地區的這個共產主義擴張 所謂當時美國這個 我們說反共政策的需要 但是另外一方面 朝鮮戰爭的爆發的直接的後果 是美國重新認識到了台灣的價值 因為當他覺得現在當時的這個 中國大陸跟蘇聯完全站在一起 來所謂的幫著朝鮮來進行 朝鮮戰爭的時候 那麼如何來避免整個東亞 被徹底的所謂共產化 赤化 就成了它的基本戰略力也需要 所以這樣一個基本的歷史的轉換 很大程度是因為形勢所形成的 他當時想怎麼利用台灣 作為它的不成的航母 對 首先我們可以看台灣是一個形狀 它就是一個島 這個島又在東亞大陸的邊緣 就隔著台灣海峽 其實很近 所以對美國人來講 想像這樣一個我們說南北狭場 東西相對比較窄的這樣一個島 形狀就像個航母 所以這是一個台灣永不沉默的 航母的比喻的來源 另外一方面我們都知道 當時的國共分裂是內戰的結果 所以國民黨當重新對美國偷懷送抱 美國又出於實際的戰略需要 需要緊緊的穩住台灣所謂 作為一個中亞大陸的 這個隔海向往的一個 反共的旗幟的時候 那麼在美國的眼中 航母的定義就是因為 它可以作為美國的一個跳板 所以麥卡瑟當時將台灣定義為 永不沉默的航母 最重要的它的戰略的目標 或者說所看到的台灣的價值 一是它的反共立場 第二是美國在整個東亞所謂 跟蘇聯 中國進行冷戰的需要 那當然第三個也是為了 應對朝鮮戰爭當時 1950年到1953年突發的局勢 我們不要忘了 其實1950年到1953年的台灣 朝鮮戰爭的時候 國民黨軍隊甚至是派人參加的 那如果說當時對於美國來說 台灣就是被美國利用的一個棋子的話 那麼出現這樣一個言論 比如說美國只把台灣當作不成的航空母艦 那麼台灣島內是什麼樣的反應呢 對國民黨來說很清楚 它一方面是在內戰中完全失敗 所以我們說是富於頑抗在台灣島 那如果再被美國拋棄 那事實上台灣是支持不下去的 國民黨政權也是支持不下去 所以對台灣來說也是急於利用 當時所謂東亞冷戰的局勢 來為自己尋找所謂意圖 東山再起的這樣一種目標 那當然第三個問題就是您剛才講的 就是美台之間如何相互利用 那麼存在的一個非常尷尬的局面 就是蔣介石儘管反共 但是他是個民族主義者 他不願意完全捆在美國的戰策上 或者說把台灣變成一個 跟中國完全不相干的國家 徹底我們說依賴美國 所以這裡面的過程就是 蔣介石的定位很謙順 他不是要獨立建國 他一定要反共大陸 所以這樣一個故事我們說 今天看來依然還是讓人回味深場 所以兩岸關係也好 還是中美台三角角力也好 其實一個核心的話題 當然有美國這樣一個大國 或者全球性大國的這種操作 它的實際利益的考量的需要 在裡面我們說起的這種 所謂的美國的私利的重用 從當時美國其實把台灣 作為不成航母 就是一種亞太地區戰略利益思考的話 我們再來看 從50年代開始至今60年間 美國是如何來打造這艘 不成的航母的 那應該說在冷戰時期 毫無疑問是完全是一邊倒 就倒向台灣 然後將台灣海峽 視為封鎖中國大陸 擴張的一個非常重要的 軍事前哨 所以在50年代 在60年代 圍繞著台海局勢 包括第一次台灣海峽危機 美國都我們說做出了一些 非常實質性的反應 比如說協防台灣等等這一些 根據相關的統計 從1949年到1979年 每年美國當時給予台灣的這個援助平均 大概是在87億美元 就是今天我們來看這個錢 87億美元不算多 但你想想當時的情況下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數字 然後同樣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可以看到的一個事實是 美國重新裝備武裝台灣的國民黨軍隊 而且允許台灣的這個產品 暢通無阻地在美國銷售 給予了台灣相當多的訂單 所以促使了台灣經濟的發展 包括技術轉讓從60年代以後 對台灣提供了很多的方便 是在扶持台灣 作為整個東亞的一個非常堅定的 而且有實力的一個反共的 這樣一個重要的據點 我們綜觀歷史上 美國在發起戰爭的時候 它一般也是拉一個打一個 結一個同盟 然後與另外一方交戰 那麼在兩岸方面 它好像不是這樣的 它是最初的兩面手法 是從不成的航母的時期就開始了 您認為嗎 那當然對像美國這樣全球大國來講 它介入台海事務的本質 是為了赤裸裸的美國的戰略利益 那麼到了70年代 美國突然意識到中美的關係 可以去重新塑造 美國和蘇聯全球戰略競爭的 這樣一種態勢 因為中蘇分裂了 所以拉中國來共同 前置蘇聯成為美國的最大戰略利益 所以美國把台灣這個棋子 開始往邊上挪 所以才有了中美之間的 我們所建交 美台之間的毀約 折軍等等 但是冷戰後 整個國際形勢 再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蘇聯崩潰了 中國崛起 那美國這個 在亞太地區左看右看 所以是美國最大的戰略挑戰者 那毫無疑問 美國的目光完全聚焦到了中國 所以這時候 美國又開始在自己的期盼上 把台灣往前拱 因為台灣的戰略重要性 一下子就變得突出起來 所以才會有了1992年的 售台的F16戰機 才會有了 從冷戰結束到今年 整整20年中 美國將它原來的817公報中 逐步降低和減少 售台武器的承諾 完全跑到九霄雲後 美國的台灣的眼光 永遠是放在和中國大陸 如何就整個亞太戰略巡視 進行的一種 我們說博弈也好 軍事的這種 來回重建的 這種戰略的考慮也好 所以台灣常常被犧牲掉 我給您講一個小故事 那就是當年 朝遣戰爭的時候 杜勒斯當時的 後來52年以後的這個 美國國務卿杜勒斯 在朝遣戰爭的高峰期間 升進去台灣訪問 那在訪問的期間 擁抱蔣介石 親切地告訴蔣介石說 我是你永遠的朋友 美國是台灣的 國民黨政府永遠的朋友 然後1979年的1月1號 中美建交 那建交是要跟台灣斷腳 撤軍毀約 所以從台灣人的角度來說說 你整個就把我賣了 所以在建交以前 美國人派他的一個 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 到台灣去向台灣解釋 說不行了 美國政府已經盯下來了 我們要跟中國大陸建交 要把你拋掉了 所以當時的台灣外交部長 叫前傅先生就跟美國人講說 你們還講不講信譽 歷史上你們建蔣公 都是講你們永遠跟我們在一起 但為什麼你們現在要這樣 然後從那位美國特使 到台灣到最後走一路上 從這個桃園機場 然後到最後 從新進桃園機場 台灣民眾非常激憤 扔瓶子 扔鞋子 圍堵 高聲呼喊 那其實那一幕很清楚 台灣人又一次的被拋棄了 最初您談到了 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時候 您談到 美國可能是現在 會想要用台灣 來遏制大陸的發展 那您覺得就是這樣一種轉變 它代表了美國一種 什麼樣思維的轉變 我覺得這個思維戰變的核心 是美國對整個變化的 東亞地緣戰略環境 美國所做出的所謂這樣一種 以自我利益為核心 以維持美國的 我們說超強大國地位 和霸權利益為主要戰略導向的 這樣一個美國的基本戰略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從冷戰開始到 美國的兩岸關係政策 幾經波折 速度調整 調整的核心是什麼 就是因為環境變了 因為兩岸關係也在變 但是美國認為 它要始終能夠把控 所謂這樣一個 中美談三變互動中 美國的主導地位 要讓美國在戰略裡存在 始終保持一個難以受到挑戰的 這樣一個優勢地位 這些基本的目標沒有別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台灣和美國的關係 起筋起落 但是美國的核心問題 還在於說它如何繼續來審視 在應對不同的戰略競爭對手 冷戰的時候是蘇聯 冷戰後慢慢轉移到中國 那麼美國的台灣價值 始終是按美國人自己心目中的腳本 和利益的理解在書寫 如果說台灣是美國不成的航空母艦 在五十年代很流行的話 那麼這種說法拿到陷阱社會 您覺得過時了嗎 從一個很嚴肅的學者來說 台灣已經不再是美國在西太平洋 不成的航空母艦 中國人也要有信心 今天中國大陸的軍事力量發展 台灣海峽這麼狹窄的距離 雖然台灣在地理位置上 對美國的整個東亞戰略 具有重要意義 因為台灣位於所謂 美國想要圍堵中國大陸的 第一島鏈之內 所以這個第一島鏈是否緊密完整 當然對美國有戰略意義 但是問題是 我們說我們常常講 這個中國崛起是一個 不以美國意志為轉移的事實 所以今天美國的那些 真正嚴肅的學者也承認 你受台武器還能平衡 今天兩岸的軍事發展嗎 面對中國今天不斷的增長的 國民財富和國防的能力 其實美國通過軍售 來所謂的影響兩岸戰略互動 這種槓桿作用是在不斷的下降 隨著中國的崛起 台灣已經不再是美國的 不成的航空母艦了 這不是說美國人想不想把台灣 繼續看作一個不成的航空母艦 而是因為今天中國的實力的發展 和現代軍事技術的 使得戰鬥平台所出現的 這種技術性的革命性的變化 美國人再把台灣 當一個不成的航空母艦 首位在戰略上來遏制中國 這個現實的構想 不管它有多麼的不情願 它都必須放到一邊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我覺得兩岸關係的本質也好 還是未來中美台戰略互動的本質也好 實質的鑰匙還是掌控在台海兩岸中國人 我們自己的手裡 也就是說不成的航空母艦 這樣的一種說法也好 還是美國的戰略利益的思考也好 它只是美國的一方面 單方面的想法一廂情願的 我記得曾經有一位軍事專家 做出這樣的分析說 雖然台灣處在美國第一島鏈的非常重要的位置 但是它這個第一島鏈其實也是跑風漏氣的 特別是它宣稱台灣是大不成的航母 但是台灣從目前的經濟 或者是兩岸的關係的角度出發 也可能不會情願做美國的航母 好的 非常感謝朱教授對以上話題所做的介紹和分析 謝謝您的觀點 謝謝 謝謝 好 觀眾朋友 感謝您收看這一期的海峽兩岸 下期節目我們再見 位議員 台北 requisite